作曲家快問快答 每個問題有三秒鐘的時間可以回答 準備好了嗎? 3 2 1 開始 請問你是哪裡人? 台北 你們家有幾個人? 四、五個 家裡面你最愛誰? 我老婆 對你來說家的定義是什麼? 怎麼追到你老婆的? 忘記了 你有多愛你老婆? 這麼愛 啟用一句話來教你你的老婆? 天真可愛 你們家誰最會亂花錢? 她 請問看水豚軍長究竟花了多少錢? 一千塊兩千 你喜歡小貝皮嗎? 還好 你沒有出生的有什麼話想對她說嗎? 社會是很邪惡的 你開心是寵嗎? 不會 最喜歡是什麼東西? 龍巾 有什麼怪癖嗎? 睡覺會打呼 最近發生過最開心的事情是什麼? 娶到我老婆 為什麼想去說妹嗎? 因為我老婆約好的 為什麼曲子沒寫完還跑出去玩? 因為也是之前約好的 你目前到底欠別人機售曲子? 大概七八十 選音樂多少? 多久了? 十年多 主席玩狐行為什麼想讓他開始作曲? 因為當中沒有什麼投入 為什麼辣狐行都要去作曲? 可能要問一下大家 最喜歡的助曲家是? 菲利普格拉斯 最不喜歡的助曲家是? 這不好講吧 最常未來的團體通過? 小巨人 那這作曲費你滿意嗎? 還OK 對你選音樂生涯裡面最大的影響 老師是哪一位? 余欣義老師 有什麼話想對他說嗎? 老師身體要顧好啊 請問我二月底可以拿完整的譜嗎? 3月1號 接下來不限時間請描述一下 林木阿薩這首作品 以及你的創作理念 林木阿薩是一首我為傳統 二十六皇傳統生所做的一首 小編制的寫奏曲 林木阿薩這個是盧凱族的一個 其實就是鬼魄之戀 然後林木阿薩是他們的族人後來 重新詮釋的名字 故事大意就是一個女子 她在湖邊遇到一個苦所化身的一個男子 然後他們相對也就決定要結婚 然後她回來跟族人道別這樣子 那她其實故事蠻感人的 而且一篇歌詞就是有互相說到 就是她對愛情的憧憬 然後呢 以及家人之間的那種 呼音期盼的那種感覺 旋律也非常的好聽 在創作過程中呢 我大量的使用了 比較跟一般常使用的 大概是四度音程的堆疊 聽起來甚至會有點吵雜 還有一些副音的 及持續保持音的一些手法 我覺得這都是原住民比較特有的東西 我希望能用深熱樂器來好好展現